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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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请会众跟我一起来念 我们今天经文只有六节 我们先念耶利米苏 三十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耶路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苏 耶路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耶路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赌的人归回 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就得这地为业 这是耶路华说的 好 耶利米苏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请 耶路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路华说的 耶路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以下是正道的时间 正道的主题是黑暗中的盼望 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在分享上帝的话之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请你来 现在光照我们 请你打开我们的心 建造我们这个团体 让我们能够通过你自己的话 来更认识你 来体会你 来经验你 来与你相遇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首先感谢上帝的恩典 还有我们科安牧师 妇人牧师 以及我们教会 诸位同工好朋友 让我有机会 能够代表 我们在台北阳明山领头的 台湾神学院 到我们中立教会来 分享上帝的话 向大家请安 也为了过去一年 我们在教会 我们教会在主里面 为我们台神迫切的带导 以及出于对神学教育的关怀 跟奉献 我们董事长 王荣兴牧师 陈上仁院长 还有我们的牧医长 林曾坤牧师 有特别交代 我有注意到 林牧师好像之前 在我们这边服侍过的样子 要我特别交代这个事情 要我特别借着这个机会 向所有敬爱的弟兄姐妹们 表达我们全校师生 对我们教会最深至的感谢 几个月前 由于我自己有新的读书计划 不得不结束在 系纸附近一间教会的读经课程的服务 服侍 这个课程呢 是作为台神的老师 除了在周间 服侍我们的神学生之外 我们可以选择的 服侍教会的方法之一 我自己非常享受这段礼拜二 进入教会 跟他们的社亲 用电影 用文学的角度 去分享圣经人物生命故事的时间 一年半以来 我们从亚当夏娃 一直走到猎王纪的结束 我们一起进入圣经中 这些信仰前辈们 他们跟上帝 还有跟他们自己 搏斗的人生故事 在参与在他们 他们那个时候的现实 跟信仰相搏的旅程里面 我们跟这些信仰前辈 一起走过那些挣扎跟怀疑 也跟他们一起面对生命中 最困难做抉择的时刻 跟他们一起在挣扎里面流泪 然后在这样陪伴跟同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开始跟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 做最深刻的对话 过去 现在 过去现在 我们有很深刻的对话 礼拜二 可以说是我整个礼拜里面 身心灵最美 最愉悦的时候 用心观看 每一个信仰者的人生故事 是非常美的经验 之前有机会 在秋天 到日本奥路赖西去看红叶 这个course 要求赏红叶的旅行的人 必须要从这个溪要入海的那个尾端 逆向走回溪水的源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 这段前后总共要走15公里的徒步旅程 真是充满了惊喜 不同的转角 你会发现有不同的风情 有平缓 幽静的角落 有大水浸流 鲜滑的浅滩 在声势浩大的瀑布不远的地方 有娟秀 优雅 美得像青沙一样的小瀑布 配搭的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格格不入 溪水变化起伏的景致 趁着西边满山遍野丰富的色彩 时而阳光 时而飘雨 在殷勤交错之间的奥路赖西 真是美极了 漫步道路的终点 我们要上车 从原来返回 就是原来出发点的那个饭店 我们要走回去 我们坐车 但是走回原路的这个旅程 全车仍然一样 仍然是一路的惊叹 赞叹跟惊呼 因为很有趣 坐在车上 能够用比较高的视野 再次浏览这条溪水的前后的全貌 当然这是另外有一番风情 所以在车上 我就对我的师母说 这条溪的人生 真是精彩 我们何其有幸 能够走进她的身边 跟她同行 也在她的高低起伏 阴暗情语当中 去品尝她的各种转折 但是更有恩典的是 能够坐在车上 特别在品尝过 她的开始 过程 结束的心情以后 我们能够用更高的视角 更理解的心情 去跟这条溪水的人生 来对话 我跟师母分享 这不正是我们在看圣经人物的过程吗 上帝通过圣灵 带领我们走进圣经人物 他们的人生 不但让我们在其中 跟他的主角同行 更因为圣经也带领我们 去经历了整个拯救故事的起头 过程跟结尾 这就同时带领我们 自己亲自去见证 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 上帝那个坚定不变的爱 同行同在的应许 而让我们对未来 充满确实的盼望 今天我特别选用耶利米书 耶利米的人生故事 来跟大家对话 是因为这个先知这个角色 很特别的 他是受呼召出来 要用他的人生 用他的中心 用他的话语 用他的行动 特别是用他的生活方式 包括他的眼泪 向这个世界宣布上帝的话 还有拯救福音的人 先知乃是为这个使命而存在 而活着的人 我想应该也是130年来 被呼召在台湾 在中立这块土地上 要我们做先知 做祭司的中立教会 我们最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进入耶利米的人生故事 要用旅途中 跟他一起同行的角度 也用上帝救赎历史中的那个角度 也就是在车子上的角度 来跟他对话 我不晓得大家对耶利米有什么印象没有 印象中的耶利米很爱哭 很爱生气 很爱骂人 讲话很白目 不错 他多少都有一些 不但如此 从圣经上来看 跟他同时代的人 不管是做官的也好 一般民众也好 都看他做一个叛国分子 随微斗林 失败主义者 这是一个整天 在唱衰自己信仰团体的人 圣经描写这位先知耶利米穷其一生 向他的祖国犹大呼喊悔改 以及快要来的审判 这个人前后经历了五个王 总共有四十年的岁月 在世的时候 不但没有人要听他讲话 甚至每个人都讨厌他 视他为垃圾 他的一生受尽侮辱 受人陷害 被人家呼巴掌 关监牢 受尽各种迫害 他一生孤独劳苦 常常为他所爱的国家 流泪哀哭 最后 他死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 都没有人知道 甚至连圣经 都没有帮他说清楚 实在是活得有够惨 如果要评价一个受呼召 传讲上帝话语的人 他的成绩 论信息 他传的是审判失败 这种不讨喜的信息 论服事效果 他更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服事者 因为他所深爱 用尽四十年呼喊 要他们悔改 免于灭亡的犹大国 最后只能按着他的预言 在耶路撒冷彻底被毁之后 就烟消于善 宣告灭亡 我们从耶利米苏27章一路走到 耶利米苏的最后 圣经就带着我们亲自去 亲眼去见证 这个号称属于耶和华信仰团体的 这个团体最后得走到速导人善 一尽虚空的悲惨画面 我们常常读耶利米苏得到这里 我们就要问了 现在是什么状况 圣经用这三个黑暗失败 看不到盼望的人跟团体 也就是一个亡国的先知 一个即将要走进灭亡的信仰团体 一群已经成为异族奴隶的上帝百姓 上帝到底透过耶利米苏 要跟21世纪的现在 我们站在中立教会的会堂里面的 你跟我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呢 常常有人告诉我们 圣灵总是会通过圣经里面的每一个故事 每一小段话 帮助我们去看见上帝的心意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盼望 但是问题是 这段耶利米苏跟犹大国的故事 看起来很显然是没有盼望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才能看见上帝的心意 来找到盼望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28章以后 这位先知耶利米 竟然开始跟犹大的百姓 说什么 说绝望的话 他呼吁犹大国的军民 不要再做白日梦了 不要再听那些假先知说 上帝一定会拯救 一定会守约 耶路撒冷一定会得胜 那种骗人的假话 他说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已经到了 因为上帝说 犹大国这个假意归我 就是这个信假的信仰团体 你们不会再有复兴 不会再有拯救 也不会再有怜悯 因为犹大国悲惨的命运 已经被决定 他说你们是信假的啦 讲得这么直白 这么辛辣 这么不给执政者留面子 也难怪耶利米 是如此惹恼那些有权力的人 但是如果连身在犹大国 也就是上帝指定的子民国度里面 都找不到盼望 那请问我们要去哪里找盼望呢 盼望到底是什么 到底存在哪里 长什么样子呢 前一阵子我在神学院 开了一门叫电影 跟圣经对话的课程 曾经跟学生介绍了一部 名为刺激1995的电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最近HBO也有在演 内容它是说 两个被判无奇徒刑的犯人 他们之间的友情跟盼望的故事 其中一位叫Fred 就是那个黑人 另外一位叫Andy 就是这个白人 这个Fred呢 因为他已经被关了超过30年 也在很多次的假释面谈当中失败 他已经 他说他自己已经被关到要生锈的 这个主角Fred 对另外一位刚刚入狱 但是他是被设计受冤屈 但是被判终身监禁的主角 叫Andy 他说 他说在这个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的人 整天不是忙着去 去死 就是忙着去活 他说在这个监狱里面 盼望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你千万不可以抱着盼望来活 因为如果你有盼望 只会带来更深沉的绝望 这是一个住在监狱里 住很久的人 他说的话 然而这位受冤枉的Andy 他这样回答 他说 如果你真正尝过美根自由的滋味 你就会知道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 是那个高墙关不住的 在那个地方 有人管不着 也拿不走的东西 那个东西就叫做盼望 那个东西就叫做盼望 在这个影片里面 这个没有失去盼望的Andy 他一直在找机会 找机会 带领这些活在监狱里面 已经失去盼望的人 带他们亲自去看盼望 带他们自己去体验 什么叫美根自由的滋味 他对这个黑人Fred说 等你真的对你以前 所做的事情知道后悔 那么你就会真正了解 也珍惜 那个身心灵得到自由的滋味 你就会看见 那个永不失落的盼望 等你真正对你以前 所做的事情知道后悔 那么你就会真的珍惜 也了解身心灵得到自由的滋味 你就会看见 那个永不失落的盼望 因为盼望是那么美好的事情 它是属于美学的东西 Andy说因为盼望跟美 是从那个永恒来的 是从那个永恒来的 所以有很多影评人说 这部片中的监狱 也是指着我们 这个被许多欲望 很多习惯所束缚的世界 而我们 我们正好是活在其中 那些已经忘了自由滋味的囚犯 很有趣 对不对 要为人带来盼望 那我们先得是那个 尝过美跟自由的滋味的人 不是吗 回来谈我们南国犹大的故事 对南国的人来说 预言他们犹大国会遭遇亡国的命运 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 是嗤之以鼻的事情 他们会这么 台语叫 我不知道华语叫什么 是因为南国自认自己手上 有从上面来的两大保证 他们有两支免死金牌 第一支金牌 就是他们有圣殿 他们建的又大又美又正统 是遵从上帝的命令 从伟大的所罗门王所建造 就设立在耶路撒冷山上的 那个耶和华的圣殿 就是这个 如果把他跟已经亡国的北国 设在撒玛利亚 以敬拜巴黎为主的山寨版圣殿 比较起来 我们看山寨版就是这个样子 随便从规模 内装 它的装严性 随便比一项 就完胜KO了 而且上一个王叫约西亚王 他们十多年在南国的宗教改革 才过了没多久 所以原来圣殿里面 应该有的秩序 都相当有规模 根据了解 他们每一天也都按照规定 在执行献祭给耶和华的活动 而那些应该要读的律法书 他们都有按照时间来读 至于那些聘雇的服侍人员 比如说像司礼祭司 长老执事 甚至站在圣殿内外 在宣讲耶和华话语的先知 教师还有义工等等 只要你想得到的 应该有的 他们都很完备 另外从会友的数字来看 到了安息日 那些会按照习惯 到圣殿烧香祷告的会众 看起来也没有减少 也就是他们的业绩没有比较差 而第二支更重要的免死金牌 是他们犹大国手上拥有一样东西 就是上帝跟大卫立的约 叫做大卫之约 背书的 那是上帝通过拿单 对大卫王承诺过的 他是这样说 他说你的家跟你的国 必要永远坚立在你的面前 你的国度也要坚固直到永远 这叫大卫之约的约定 有了这个大卫之约在手 上帝哪有可能 让自己的圣殿受到毁坏呢 他怎么可能让南国这些属于他的子民 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呢 这种上帝不会自己拆自己台的迷思 让南国犹大的人 就是南国犹大的人 甚至到圣城第一次沦陷的时候 他们的王约亚敬 跟整个城的精英 都被抓到巴比伦以后 他们仍然执迷不悟 也导致最后圣城被彻底的毁灭 国家就完全的灭亡 那些人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直到国家灭亡的当下 他仍然没有办法明白两件事情 很重要 就是圣殿本身从来没有办法拯救人 就好像教会 有漂亮的建筑 有很有名的历史名声 都没有办法让人成圣 让人得救一样 因为很重要 圣殿是上帝向人施恩典的地方 是上帝向那些属于他 还仍然走在圣约当中的百姓 施下恩典的地方 反过来说 凡是人若愿意守约 天天用敬虔的态度 跟上帝同行 那么上帝就会按照约定 在那里施下恩典 而那个地方叫做圣殿 如果我们中立教会的会众 甘愿守约 每一天都愿意 用站在上帝面前的态度 在生活 那么我们所聚集的地方 就是圣殿 就是教会 就是上帝向我们施恩典的地方 另外 各种礼仪 各种奉献也是一样 我们觉得上帝需要我们奉献吗 其实上帝并不需要我们的祭品 他更不是对烤羊肉 烘牛肉特别有兴趣 上帝容许 他也喜欢我们向他献祭 接纳我们的祷告 接纳我们的奉献 还有我们的服事 是因为这些都要成为 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 我们愿意诚心守约 我们愿意诚心悔改 我们愿意诚心顺服 来跟他同行同工的一种表达 弟兄姐妹是我们需要 是我们需要奉献 需要祷告 需要服事 是因为这种生活态度 要拯救我们 在耶利米的眼中 人们来到圣殿 进入教会 来服事上帝 不是为了要跟上帝 建立一些更好的关系 来谋取什么好处 乃是来到这里 用我们的态度 用我们的奉献 用我们的励志 作为我们要与上帝 维持这种关系的表达 因为弟兄姐妹 主动建立这种关系的人 不是我们 而是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是因为我们跟以色列 都需要维持这种关系 守这个与上帝的约定 是我们需要听从上帝的话 在生活中 我们行出作为上帝子民 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因为那是我们 得救唯一的路径 所以走进圣殿里面 如果我们走进圣殿里面 我们眼目看的却是世界 把上帝当作巴黎来交易 礼拜一结束 走出圣殿 我们就换一个上帝 换一个律 用顺服世界 守世界的律 来做价值标准 将圣殿跟礼仪 当作临时的化妆室 来逃避责任 来自我安慰 这种不敬畏上帝 对圣约 对上帝的话 轻忽随便的态度 正好是南国 犹大会亡国 众人会被掳巴比伦 沦落在异教权势中 成为奴隶的原因 同样的 当我们看见 有一些信仰团体 迷失在世界的律里面 来教会 但是心里面 真正相信的 却是巴黎 把自己关在 世俗价值的 标准的监狱里面 然后我们坐在那边 空谈教会说 看不到盼望 找不到上帝 灰心失望 接着我们就会 坐在那边 看着青年流失 惠众丧志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 自我忠心 不守约 不悔改 不顺服 不跟他同工同行 就是教会会走向 衰为灭亡 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你一定会问 他怎么办 怎么办 已经走在这种状况中的 信仰团体 我们还能有什么盼望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找到盼望 如果我们回去有机会 再详细看一下 耶利米书的24章 跟28章 我们就会看见 在这些看来 绝望的黑暗中当中 圣经早已经展示给我们 那些虽然细微 但是清楚无比的亮光 在24章当中 上帝曾经通过耶利米 用两螺无花果的比喻 来说明以色列人的命运 很多人说这段 很多学者说这段 叫做paradox 叫做逆理 叫做是非而是的道理 很有趣的 他说其中一螺是出熟的 是极好的 另外一螺是坏掉的 是不能吃的 很难吃的 其比喻当中 那个好的 受眷顾的 将来会归回圣城的 竟然是属于哪一边的呢 是属于那些被掳到巴比伦 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人们 也就是好的 好吃的 竟然是属于被掳到巴比伦那边的 不是留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人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什么道理 上帝的祝福竟然会归给 那些失败被掳的人呢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把陪伴观看的位置 稍微再拉高一点 就像我刚刚开始说 在阿路赖西的车上一样 我们仔细去看 以色列人经过的历史 我们就不会感到意外 那是因为被呼召 要从世界分别出来 然后再一次进入世界 去成为万民祝福的以色列 他的命运 他注定要一次再一次的 从那只愿看自己 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当中 被分别出来 在当中品尝什么叫做不美 什么叫做不自由的当中 在他们人生的旷野 在他们被掳之地 在他们跟世界的价值观 拼命拉扯 选择的受苦当中 他们要重新认识这位至高的上帝 那种他从不离弃我们的爱 去亲自感受 他在我们困苦当中 仍然同行同胖 同工的安慰跟保守 然后我们会在这种 当头对面的体验当中 去见证 他一定会伸手拯救给我们的盼望 品尝过每根自由的滋味 你就要看见那从永恒来的盼望 不过说的简单 对我们这些被呼召传讲上帝的话 传讲盼望的人 但是现在正走在 失败跟绝望中的人 或团体来说 有时候当下的黑暗 是那么真实 那些哀哭痛苦 失望侮辱 失败缺乏 是那么的现实 这些东西都是真真实实的 一个正在经历 黑暗的信徒或信仰团体 我们要凭什么 才能继续带人去看见亮光 去看见盼望 我们走在黑暗中的人 我们怎么凭什么去介绍盼望给别人 很有趣 还是再次的回到圣经里面 因为通过圣灵 圣经会带领我们 从上帝眼光的高度 通过不同信仰前辈的人生故事 来带给我们坚定确实的盼望 我们再次回来 圣经当中受呼召传信息的耶利米 是怎么样面对他自己这种 看起来充满失败挫折 40年的服侍人生 我们知道耶利米书 加上哀歌前后总共有55篇 我们知道耶利米是这么严肃 那么爱哭的人 这55篇当中充满了眼泪 愤怒跟警告 但是其中却有4篇 带着甘甜 又充满未来景象的 这短短的四篇经文 让每一个在阅读他的人 都会因着耶利米喜乐洋溢的见证 来充满了盼望 就是耶利米书 从30章到33章之间 它是被学者称为 耶利米的盼望诗篇 我自己喜欢称它为耶利米在黑 在眼泪中充满盼望微笑的诗篇 有边有眼泪边微笑的诗篇 因为这样比较有画面 很有趣 透过耶利米这些经文跟诗歌的阅读 上帝将我们 从 将我们这些阅读耶利米书的人 从原来一直在看 失败黑暗即将灭亡的耶路撒冷 这个地方 提升到一个超越时空的角度 就像坐在奥路爱西的车上一样的视角 也就是从上帝的视角 他应许必要守约拯救的这个视角 我们自己去见证 上帝怎么样使用一个 看起来已经绝望的信仰团体 一个服侍到已经绝望 泪眼先知的人生故事所交织出来 上帝从永恒的爱跟守约的视角 他带着我们这个21世纪的我们 自己去见证 在被掳七十年以后 我们自己很清楚 看圣经看历史 七十年以后 以色列人的回归耶路撒冷 六百年以后 耶稣的降生 我们也很清楚 我们要从两千年后 我们正在走在历史当中的我们 我们自己去见证 从那爱人守约 永恒上帝而来 那个确实又坚定的盼望 我特别选了耶利米书中当中一段 上帝自己说的 也是在新约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引用的话 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句话 是我们所有盼望最重要的源头 上帝是这样说的 他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子的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因为这个样子 人走在苦难中的耶利米 通过这样亲自相遇当中的 他的那个确信 得以放手 将他服侍的眼光 看向那个遥远 服侍路途终点的家园 然后他一生甘愿 尽忠到底 即使最后上帝没有让他看到 耶路撒等的回归 他成为这个实实在在盼望的见证人 也因为这样子 六百年以后 在新约当中的保罗 也会在受苦当中 他这样欢喜告白说 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是为了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上帝 不是出于我们 他说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我心里作难 却不知失望 招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知死亡 弟兄姐妹 服侍者的盼望 是从每天跟他 还有他的话语 亲自相遇而来 真正的盼望 是从当头对面 那个确实的确信 确实的相信而来 在准备今天的 讲道片的过程里面 我很高兴知道 上个礼拜 我们中立教会 才扩大举办了 社交130周年的 感恩礼拜 虽然在不同的政治体制 更迭交错之间 在多元社会价值 不断变迁当中 我们中立教会 仍然能够因着相信 持续勇敢 面对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跟挑战 最后仍然能够坚定的 站立在这里 为主做见证 我在阅读中立教会的人生故事 实在是非常美丽的故事 我想除了上帝 对中立教会 有特别的恩典之外 我们教会众信仰前辈 在信仰旅途当中 那些坚定清晰 加美的角中 我想也是很美的见证 也都要成为 我们这些还在旅途上奔跑的 你跟我 我们能够得到确实盼望的根据 因为看他们的见证 我们就有盼望 作为这个很美传统的 继承者 在座各位中立教会的同工们 我们被呼召继续诉说 继续描写 继续见证 这个很美丽教会的人生故事 我们有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 让我们的教会 再次像130年前一样 对上帝的话 对上帝的灵充满热气 来回应上帝呼召我们 要遍传福音 在这块土地上的呼召 那我们要从哪里来 开始这个行动呢 有人说 我们这种看起来 已经不年轻的教会结构 还有我们这种 有时候让人失望的意识效率 都需要做大翻修 要引进新的奋心 舞台式的礼拜策略 我们需要架构 更完整有效的管理组织 有人说我们要向市场需求观看 我们要做那种经营策略 还有人说 我们要注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 行销导向的技术跟手法 我想 这些在世界的律里面都没有错 都很好 然而按照圣经来说 在万民皆祭司的时代 一个教会跟信仰团体 要有复兴 头一件事情 就是你我 我们要互相成为对方的技师 万民皆祭司不是 我做我自己的技师去看上帝 你做你自己的技师看上帝 而是我们互相作为对方的技师 带领对方 带领对方成为对方的帮助者 要互相 要互相先将对方 带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技师的责任 要成为这样的先知跟技师 承担这样的服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谦卑自己 让自己从世界的律里面回头 我们回来专心寻找上帝的心意 然后诚心悔改 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找他 来认识他 来爱他 来顺服他 在这种以在他面前的敬虔 还有每天跟他同行的生活态度当中 我们再一次的一次的去体验 我们在跟世界征战过程当中 因着我们的信跟倚靠 那个重新被上帝重新塑造出来的 信心喜乐自由还有解放 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回应上帝 拯救的呼召 勇敢超越我们中立教会 原来有限的想象跟限制 走向上帝为我们展开的全新境界 亲自去体验 他要施行在这块土地上的拯救福音 因为照今天经文里 我们所念的 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子的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放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上帝以满泪力 要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跟祝福 就要通过我们中立教会 显明在这个世人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祢对我们 感谢祢从世界呼召了我们 让我们因为可以回到祢的面前 来面对祢 重新思考 我们受呼召来到这里的意义 求祢的灵时刻更新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在面对世界挑战的时候 能够坚固不摇动 求祢拆遣我们出去 在继续服侍不断的征战当中 每一天学习怎么样放下自己 以祢的心为心 祝福我 我们跟我们的同工 不断在我们面对的旷野征战当中 可以学习因为完全的顺服 完全的倚靠 来得到盼望 祷告奉祖耶稣基督的圣名 怀祖学习 愿祖学习 愿祖祖也怎样 千秋冬冬花水 祈望有何悲乎去 我祈祝會好 我們贏收上帝祝福 當你堂平平安去 祢上帝安好和平安重甘 來開揚世界 來掌嘴世情的金 願主耶穌基督的文殿 天祈祝上帝聼堂 聖神的聖通 和您正人聖個地道 對這時到英歲來無盡 阿咩 阿咩 聖策 聖詞 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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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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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